第2739集 什么解释 青岚一副不明白的样子 诧异地看着青万杰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你是我女儿 我对你最了解 青万杰勃然大怒 没想到青岚都已经被自己发现了马脚 还在这里装傻 你放走晨夜 还要帮他抹去痕迹 到底是为什么 青万杰怒视着青岚大声呵斥 你要知道 你是我的女儿 是死灵殿的人 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心怀鬼胎的晨夜 听到青万杰已经发现了自己做的一切 青岚也不再装模作样 直视青万杰目光无比坚定 父亲 你应该也看出来 这晨夜身份不简单 天赋更是超群 我们阻止他获得血脉之时 只不过是限制他 我相信 夜城未来不可限量 而我放走他 接着因果 也许是未来的希望呢 青岚眼中浮现一抹泪光道 父亲 我知道你身后背负着什么 那是怎样的重要 我希望找一个人能帮你分担 这也不像是忘恩负义的人 亲人之事 日后定能得到回报 也许能为你找了一个兵肩作战之人呢 听到这话 青万杰愣住了 他没想到 青岚想得竟然这么远 而且是在为自己考虑 所以才刻意放走了晨夜 看着青岚 青万杰目光复杂 摇了摇头 傻孩子 你想得太简单了 人心复杂 谁知道这晨夜到底是什么人 虽然这么说 但青万杰已经原谅了青岚 毕竟青岚是为了自己 才做出如此举动 至于放走晨夜 玄机月那边会有怎样的反应 青万杰确实不在乎 在青万杰还没有暴露的情况下 有上面之人护持 玄机月还不敢拿青万杰怎么样 就在青万杰思索之时 却见天穹之上底威浩荡 无尽伟力让天穹都化作漩涡 呼啸的狂风席卷四方 摧毁一座座群山 而在漩涡之中 一道身影散发着令人毛骨悚人的寒意 从天穹之上一步一步踏空而来 青万杰 血脉之始呢 来人正是玄机月 他真身降临 就是要问责血脉之始一事 因为他已经察觉到 大殿之中已经没了血脉之始的气息 必定要被人带走了 使我眼拙了 竟然被一个萧小之辈带走了血脉之始 青万杰直视玄机月略显惭愧地摇摇头 将晨夜之始告知玄机月 听到这话 玄机月杀意狂暴 她将血脉之始镇压在死灵殿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竟然赔了夫人又折兵 一切图谋都没能成功 这让她无比愤怒 这是你死灵殿的错误 是你青万杰的错误 玄机月冷眼看着青万杰 今日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交代 青万杰看着玄机月摇了摇头道 是你交给我的东西没用 这晨夜将灵器都灌住其中 都未能发现端倪 这可不是我的错 血脉之始被人盗走 不但是你的损失 也是我的损失 你不应该找我要交代 而是找晨夜要交代 听到这话 玄机月面色更加森寒 随即帝威笼罩整个死灵殿 这可怕的威压 让不少杀手面色俱变 忍不住跪倒在地 你想做什么 青万杰察觉到这一幕 也是面色一冷 看着玄机月陡然贺问道 让死灵殿所有 和那位晨夜接触过的人 全都给我过来 玄机月朗生怒喝道 闻言 青万杰目光闪动 瞥了青蓝一眼 却是白白手 示意死灵殿杀手 听从玄机月的号令 毕竟玄机月这个要求 并不算过分 陈夜将血脉之史盗走 任何与陈夜有过接触的人 都是可疑的对象 首先 玄机月便问询了死灵殿 还活着的几位天极杀手 他们当时与夜晨 一同镇守血脉之史 只是这几位天极杀手 和夜晨连话都没有说过 只不过是在面对 几次侵蚀 并肩作战 问询之下 也未察觉到什么端倪 不过根据几位天极杀手 对几次卿的描述 玄机月却是隐约猜测到 几次卿的身份 越发确定了陈夜的可疑 玄机月将每一名杀手 都审问了一遍 此刻也来到了青蓝面前 夜晨是青蓝亲自引荐 给清万节的 夜晨也救过青蓝一命 两人之间的接触 是整个死灵殿中最频繁的 因此玄机月对青蓝的询问 十分细致 此刻面对玄机月 青蓝也是有些许的不安 但表面还是要表现得 无比淡定 不能露出端倪 玄机月问询了许多 青蓝对答如流 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在青蓝以为 差不多蒙混过去的时候 玄机月突然开口问道 陈夜离开之时 你在做什么 你没看到他吗 闻言青蓝神色一正 看着玄机月微压的目光 感觉有心神 被拖入无尽漩涡之中 意识都有些模糊 我 我 清蓝节突然轻咳一声 清蓝模糊的意识 陡然清醒 眼中闪过了一抹惶恐 随后看着玄机月说道 陈夜离开之时 我还在房间之中 并没有看到他 闻言 玄机月目光深邃地 看了清蓝节一眼 他隐约察觉到一些东西 但清蓝节背后 站着天人玉的人 他不好撕破脸 哼 立刻通知下去 在整个上界和玉外 封杀陈夜 但凡看到 格杀勿论 此话一出 死灵殿震动 一个个目光震惊地 看着玄机月 没想到 玄机月竟然直接封杀 这手段太过可怕 只可惜在场的 所有人都不知道 陈夜只不过是 夜晨的化名而已 就连样子也是伪装的 封杀陈夜 根本不可能成功 因为陈夜此刻 已经人间蒸发 变成了夜晨 行走在一条浩荡 长河边上 夜晨目光深邃地 看向死灵殿 所在的方位 此刻 他距离死灵殿 已经十万八千里远 完全摆脱了危险 夜晨吐出一口浊气 多亏清蓝放他一马 不然只要清蓝在拖延片刻 他就不可能 从清万劫手下逃脱了 摸了摸身上的血脉之时 夜晨眼中闪过一抹激动 有了血脉之时 小黄便能彻底地觉醒 成为双瞳梦魇 实力必将大涨 而小黄目前在镇守神国 夜晨因此也要赶往神国 毕竟有些时日没有回去了 也该看看神国的故人 不过在这之前 夜晨还要做两件事 第一 离开前去见一见故人 确保这些人不会出事 第二 恋化属于自己的自在天 暗域 荆州 幽暗的地底深处 竟是隐藏着一片巨大的空洞 这空洞之中 建立着无数奇形的建筑 俨然是一个地底王国 此刻一名身着黑色斗篷的男子 正行走在这王国的边缘地带 朝着建立在隐蔽之处的一座塔楼而去 不多时 他便来到了这塔楼之前 推门而入 楼内坐着数名肤色有黑 耳朵分外尖长的男子 其中的几人 在这黑袍男子推门而入的瞬间 便站了起来 周身散发着 道道强横的气息 这几人竟然都是乾坤镜后妻 疑惑着巅峰 甚至还有始源镜存在 而坐在中间的那名 生着一双紫罗蓝色眼瞳的光头青年 却是玩味地笑道 想不到 在荆州鼎鼎大名的顾家人 也会到这幽暗地狱中来啊 那身着黑袍的男子 缓缓摘下了兜帽 露出一张阴寒的面孔 赫然正是顾寒 顾寒冷冷扫了周围 那几名相貌奇异的男子一眼 面对这一群如此存在 竟是丝毫不惧 他瞪着坐在中间的光头男子道 你就是贾雷 那光头男子动作夸张地 行了一礼道 不错 在下正是摩缩暗杀团的团长 贾雷 顾寒眼中寒咽大声 夜晨让他在那代理人考核之中 颜面大师 这笔账 他不惜代价都要讨回来 原本顾寒想要动用顾家的势力 可因为顾玄的关系 顾家年轻一辈中的最强者顾军 竟是隐隐对夜晨有所维护 顾寒虽然在顾家得到了一些器重 但地位却是远远无法和顾军相提并论的 想要动用顾家的力量对付夜晨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可顾寒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 他本想让茗玉的死灵殿解决夜晨 毕竟夜晨来自茗玉 而且死灵殿有清万劫坐镇 旗下杀手十里滔天 但因为他无法出入茗玉 自然就无法联系上死灵殿的杀手了 他动用了一切人脉关系 终于打探到了在暗域之下的幽暗地狱之中 有一个以暗杀而闻名的强大组织 名为摩索暗杀团 顾寒凝视着贾雷道 我听说摩索暗杀团也接名誉内的任务 是不是真的 贾雷微笑着点头道 不错 当然 价格也远比一般任务要高昂得多的 顾寒冷哼了一声 随手一挥 一个储物袋落在了贾雷面前 贾雷接过储物袋 神念一扫 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 默默地将储物袋收起来笑道 顾公子出手可真是大方啊 公子手中可有目标的信息 顾寒眼中闪过一抹肉痛之色 他手中的全部积蓄 加上和家主预知了一年的修武资源 才攒够了这笔钱 不过只要能杀了叶臣 出了这口恶气 那么就都是值得的 而且他这么做 也并不是亏本的买卖 只要杀了叶臣 那么他就必然会成为代理人中的首席 长远看来 这笔生意是大赚 顾寒手一挥 将一枚玉检扔给了贾雷 贾雷神念扫过玉检 面露异色道 圣祖静修为 拥有至少乾坤静前妻的实力 顾公子 莫非是在开玩笑 顾寒冷哼道 你见过有人拿这么多钱开玩笑吗 贾雷善善一笑 目光却是沉宁了一分 根据他的经验 这种能够越击而战 极为异常的目标 往往是最难对付的 片刻之后 贾雷抬起目光凝视着顾寒道 顾公子 你给的钱 倒是足够雇佣一名 乾坤静前妻的杀手了 只是 顾寒文言 面露极为满意的神色 乾坤静前妻 又是摩缩暗杀团之中 精通暗杀手段的武者 即便那夜晨再逆天 也必定是难逃一死了吧 他笑道 只是什么 贾雷认真地说道 只是我建议您继续加钱 加钱 嗯